听说这个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 但是因为我这必须做一个澄清 因为我从头到尾 其实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职位的一个征许 所以这个消息纯粹是真的是一个谣传 所以我也没有预计会去担任这个职位 也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但是我想最近期的一个工作 我想就是会先把这个地方的一个服务 这个据点先把它做一个好的一个安排 那后续的部分我想可能就 或许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公益的一些活动 我想也是我可以来做一个耕耘的部分